人人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的 忍者必須時啦好不好 那最近的話基本上大家都有幾個問題唷 一個就是 哲平你的禮包買了沒 第二就是 哲平你什麼時候要打準白 那我們今天就一個一個來好了喔 那今天的話我們先來花錢時間好不好 最近的話基本上禮包非常非常多啦 然後在我們這個那個 春日儲值回饋這邊的話 你只要充滿我們的五千分 你就可以再拿到一個那個 SS的未鑑定的圖捲喔 那目前來說我是還蠻想要知道 我到底能不能拿到人王龍手跟那個 就是刀鞘的SS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給他課好課滿 那目前來說的話 春日轉盤這邊 春日獻禮這邊的禮包的話 我已經買了前面兩個 因為前面兩個的話基本上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可以看的東西啦 那這邊的話這個1690的話 裡面也有一個這個SS級的未鑑定券喔 所以我們大概也是來看一下 今天的手氣是如何喔 直接看一下我們這個SS的這個未鑑定券 到底會噴出我們的人王龍手或是什麼東西 拜託你了好不好 我就拜託你了 欸 然後目前剩下的地方的話 因為我這周的那個禮包啊 我跟你講我很聰明 我都還沒有買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就不用擔心 那這邊的話我們是取得了這個蒼牙的造型啊 但是我根本就還沒有買蒼牙的角色 你知道嗎 但是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哲平到底要不要玩蒼牙 我也還在 還在考慮當中啊 因為畢竟我們忍者的話就四大屬性嘛 雷屬性火屬性水屬性跟風屬性 那火屬性的話我們一定是玩小焦的 那水屬性我們就已經玩零了 那阿力的話勉強就是雷屬性 那風屬性的話 在考慮要不要玩蒼牙欸 其實大家一直在給你慫恿我玩蒼牙 我也是有一點點那麼的 想要玩一下的感覺好不好 這個就再看一下 好那剩下的我們看一下剩下多少要課 目前來說的話 5000我們已經2936了 所以這邊的話商店這邊的那個 每週限購禮包 我跟你講我還沒買 欸我超聰明 那最近的話應該會抽個武器吧 我們就來先那個 先來買個鑰匙好不好 鑰匙這邊是必備的 你先買個30吧 欸那這邊的話 基本他是1比1的啊 所以基本上你要花到5000塊 基本上才會 可以拿到我們就是那個什麼 拿到我們的就是那個就是 SS的圖卷啊 那這樣目前來說看起來的話 我們今天開始可以開兩張的SS圖卷了 來看一下有沒有機會好不好 把我們的龍手跟我們的那個 欸刀鞘給他帶回家好不好 目前來說就是最缺這兩個東西了好不好 欸真的是很缺缺到一個爆炸 我跟你講只要有這兩個東西之後的話 我們應該就會 就會很嗨吧 欸應該我希望是可以很嗨啦 我不知道好不好 但是只能希望了好不好 好這邊的話夠嗎 我們看一下喔 好看起來的話呢 看一下這邊 儲值回饋到3500了 還差 還差50幾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就很簡單啦 我們就買一下 每週限購的這個的 龍血大禮包也是不錯啊 但是最近都沒有什麼SS的東西可以合就算了 然後 每週這個吧 先買這個每週的 這個170塊然後很便宜 裡面還有一大堆我們就是那個 鑰匙啊跟什麼東西的 其實還算是蠻OK的喔 好 那大家都會說 哲平會抽這次的封攻呢 封跟我應該也是會把就是那個 黃金聖劍那個部分給他抽出來吧 因為黃金聖劍算是 瑞也有講喔 就是算是一個還蠻重要的東西 那個可以讓你就是養武器的時候 不用就是吃那麼多其他的一些武器這樣 所以 黃金聖劍的話是鐵定要抽出來的 所以最近的話應該會考慮一下吧 就是武器這邊的這個 蒼龍縣市啊 然後因為那邊有活動嘛 對不對我們來看一下喔 蒼龍劍是這個風效龍奧 應該會抽到這個 有30個這個代幣 然後 反手也換一下 然後 紫金鑰匙也換一下 然後黃金聖劍也換一下 這樣子喔 基本上應該就 要100多抽了啦 那目前來說我們鑰匙有306個好不好 所以應該也是很OK 我們到時候再看一下 今天先來看一下我們的運勢如何 欸 SSR 拜託人亡 欸 這個好像還不錯喔 欸忍中欸 哎呦 出運了是不是 那我覺得這個要來了 這個要來了 人亡龍手 看哩 好啦 有賺到一個那個忍中法印我覺得 還行欸 至少我也是沒有SSR的忍中 SS的忍中啦 來看一下喔 忍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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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有東西可以合了 然後把我們舊的忍中 給他合上去 欸 兩隻角色一隻都來 連一隻帶忍中 另外一隻也帶忍中 這樣會好嗎 這我不太知道欸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沒有抽到那個的話 我會想要把這個 扇子跟這個鈴鐺 升到SS 因為我這邊的資源是夠升到SS的 但是 我就是想說 留給那個龍手啊之類的 但是他就是不出現 然後我目前來說 我阿力身上也有一個這個忍中 那我不知道該不該把這個忍中 拔下來換成我們的 那個 你們懂意思嗎 你們懂我在講什麼嗎 應該懂吧 對不對 大家可以給我一點點小意見好不好 因為裝備合成這種東西我真的是 不太會啊 要不然我看一下我記得這邊還有一個忍中 不然就是把這個忍中合起來 把這個忍中合起來 然後我們還有機會 我這邊留了超多水戒指跟那個 火戒指的 封戒指我也留一點點啦 但是應該 應該不會玩倉牙是不是 也不知道欸 好煩喔 但是我現在也沒有封的手禮劍啊 那就算了吧 雷的都先 雷的都先去去好不好 雷的都先去去 然後先合一個忍中 好那我們這樣的話就沒有問題了 我們就可以合SS的忍中了好不好 這樣就沒有什麼後顧之憂了 因為這樣的話 阿力那邊有忍中 然後我們這邊的那個 那個誰啊 我們這邊自己也會 也可以有忍中這樣 但是就沒辦法那麼快的直接把那個什麼 沒辦法那麼快的直接把我們SS的那個 扇子跟那個鈴鐺給他做出來哦 這邊忍速攻擊加105 出場忍速能量加45% ok 忍中法應 go go 終於有一個東西可以合了好不好 水啦 SS級寶物登場 耶好不好 太爽了 但是 我們就是還是沒有什麼刀鞘或什麼的 那忍中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就是 放在鈴身上嗎 那放在鈴身上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要帶著 濕水這樣子了哦 對不對 哇那這樣我們基本上 就是個寶物轟炸怪 這樣就是全SS了 但是 我其實目前想要做的事情是把這個扇子 跟這個鈴鐺也用到SS啊 這樣我們的那個 普攻傷害應該會高 高蠻多的好不好 但是 就是要塞一個忍中的話就沒辦法了 所以大家會怎麼 怎麼塞呢 因為我前面如果用獻祭阿力之後出來的話 我們再用這個鈴的話 是不是也是有點 多此一舉的感覺 我不知道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這兩個基本上就是你要合兩套啦 你就是要 把兩個就是裝上去才可以有一些 好的 效果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 濕水這樣帶起來吧 全部都是SS的那個哎 都是SS級寶物 開心開心好不好 那今天開了兩張 運勢的話感覺 感覺也沒有說 特別好或是不好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那個 就先來打個懸賞令好了好不好 打個懸賞令 打個懸賞令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的那個 忍中的威力好不好 先來一個S級四神 然後 獻祭一下 然後看一下那個 這樣子打起來的話 感覺會如何 搞不好一炸喔 就直接把那個 四神給他炸爛了 也是有可能的啊 來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們忍中的那個 SS的威力 因為目前來說 你要拔掉一個那個鈴鐺或是扇子的話 你就只能好不好 只能選一個東西帶了 那忍中放自己身上的話 我覺得鈴的那個大招應該會還蠻爽的 可是 你另外一個 裝備的話呢就不知道帶什麼 那瑞眼那邊是聽說就是 帶我們就是那個刀鞘啊 跟我們就是那個什麼 帶刀鞘跟我們的那個 跟那個什麼人王龍手是最好的 但是這兩個我都沒有好不好 我只有S的刀鞘 我沒有SS的刀鞘 也沒有S的那個什麼 S的龍手跟SS的龍手好不好 我就爛 欸我就爛 我就是什麼都抽不到 好 先自殺 然後這邊一出來我們應該就可以開大了吧 水啦 絕景升天 那我們的法術打的是 21199好不好 21199 然後我們這邊的 刀的打法的話 這是不是抗水啊 這應該是抗水 這邊原本打的話基本上是可以打到 3400多 但是這邊因為我們換成了就是那個 忍中跟那個 濕水好不好 所以這邊我們只能打2900 再加上他這支應該是 抗水四神喔 所以我們就沒有把他打到3000多的傷害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根本就不知道到底 到底是不是應該要 就是 讓普通高一點 還是讓我們就是那個 大招痛一點 這個我就不太知道了 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給哲平一點點小意見喔 只是至少我們玩這個 玩這個 這個裝備的話我們是不需要就是 擔心我們的那個 血量啦 因為傷害都是打一樣的 因為我們之前玩的那一套的話就是一定要滿血嘛 啊怎麼我這邊找的人全部都死光光的是怎樣 全部都來躺是不是 欸你們也太過分了吧 這卷子是我的 然後你們全部來躺 哇力勒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不可取捏 然後我們現在帶的是 我也掛了 我們現在帶的是濕水啊 不是啊那個3300的那個阿迪是怎樣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S券欸 開玩笑 如果這是你的話那就算了 這是我的欸 你怎麼可以進來雷我 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難過好不好 我超難過的 那感覺如果我們自己 臨身上有帶個那個的話 那我們應該就不用去獻祭了 我要踢人了 1650圈在打那麼四神 我這樣會不會太兇 2757 1915圈在打什麼四神 好換 換我們瑞爺 好帕皮哥 可以 我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應該是可以不用那個吧 就是不用用獻祭了 因為我們自己有塞忍鐘啊好不好 所以 自己角色塞忍鐘的一個好處大概就是那個 你可以不用用獻祭 但是像哲平平常幫別人打的時候都是用獻祭的 所以可能就 會把忍鐘殺在另外一隻角色身上好不好 那 大家對於這個裝備跟寶物的一些使用方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分享給哲平知道你們的一些想法喔 那我沒有問題 我看一下喔 這邊有帕皮哥應該是 可以把這個四神給打爆了 欸我SS的忍鐘是直接快要到一半欸 好猛 這不愧是我們的忍鐘法印 我剛剛是想要說那我們塞兩個忍鐘 看一下發生什麼事情齁 但是應該是沒辦法塞兩個我在幹嘛 完了完了完了太久沒打四神了 太久沒有用那個 不是獻祭打前面 下來 這隻鐵定是抗水的啦好不好 然後帶上濕水的話基本上 回血蠻快的啦 所以就 很安穩 來了 武器全中 失招吧你 完了 浪費一點點時間 這樣其實我們跟那個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跟就是那個 跟阿力帶忍鐘 電器過來的那種感覺是差不多的欸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次的話 基本上這樣的那個 能量超級快就直接滿了 超快忍鐘 777 但我覺得最後的話基本上 每一個裝備啊 應該都要留一個或怎麼樣的 因為你要 你可能要 比較可以知道就是 哪一個裝備在哪一個場合 會比較適用這樣 因為 這遊戲有各種模式嘛 那各個模式的話 基本上那個裝備都非常非常重要喔 來來來 但是如果要讓忍鐘這個東西就是 增加我的那個能力的話 我勢必就是要放棄我普攻的那個 大傷害喔 因為我們這幾天 基本上前面都是用就是那個 水套劍再加上我們的那個 欸完整的水套劍啦 就是 水鈴鐺水戒子跟水扇子 加上我們那個水杯標 這樣感覺起來的話 你就是普攻會比較不痛 但是你的大招會痛到 不是普通會比較痛 但是你的大招就感覺還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這一次就是 四神這樣轟下來的話 是轟到了 17萬 好不好 所以感覺還是 頂不錯的啦 頂不錯的 那加上我也不用擔心就是 血量的問題 因為有帶上濕水跟那個嘛 所以就還挺好不好 但是實際狀況應該還是要帶那個 人王龍手跟刀鞘吧 大概基本上應該就是比較拚武器的傷害這樣 所以我們這邊打到21萬沒有問題 自己的藏自己carry 掉什麼東西 哦呦 行動電源為什麼不是掉 人王龍手 嗚嗚嗚嗚 好啦那我們今天話基本上就是我們的花錢時間啦 今天還算是不錯是開到一個忍中反應的 然後 至少啦我覺得現在寶物這邊看起來的話是蠻爽的 全部都是SS好不好 那SS之後的話大家也不要講說 我SS之後就是一個頂了嗎 沒有我跟你講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升階好不好 所以你還是要去拿到更多的那個 更多的這個就是什麼 更多的這個忍中反應SS 才可以就是把他升到一個更厲害的地方 所以這款遊戲算是就是你要慢慢去培養了一款忍者遊戲啦 所以也不用那麼著急好不好 而且說真的你看哲兵有在課金 但是我的運氣不好 我到現在都連龍手都還拿不到 所以你如果是沒有在課金的玩家 但是你運氣很好的話 搞不好你都可以就是 直接拿到龍手直接幹掉哲兵了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款遊戲的話真的也 不太需要一定要去課金啦 我們是因為要幫別人打東西 我們才去課金的啊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了 大家可以一個分享一下 給哲兵知道你們抽到了什麼SS的寶物好不好 都可以在下面分享給哲兵知道囉 那我是喜歡的再見囉 大家拜拜啦